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由阿俊 繼續野狗之獵頭怪 上集我們就打完黑球,接著就發生了穿越時空的事件 回到10月29日的晚上 現在到10月30日的凌晨,我們就要出動去救黑騎士 黑騎怨騷? 根據新聞,事故地點在附近 要想辦法找到他 他怎麼會在這裡 要很多袋子,全部都是無牌子 真是老番不一定比正版差,可能意外的聲音 哎呀,真的正在打中了,是不是 借命,借命,不要妨礙 哎呀,你們真是 過來這裡 但是沒有人 沈沈沈,你隨便走過去可以嗎 可以嗎 就是這樣撞過去,沒有撞過去 但是他去哪裡 沒有一隻手 接著一條小巷進去 是野狗之造成的 在這裡逃跑了 就是這邊 搖到這樣也認得很厲害 又是這間黃金遊戲店 血跡就一直延伸,一定在前面 你的血都很螢光 一定不是普通人 可以了 換一個 這個身體活動得好一點 到了這邊 怪物對著屍體做什麼 借好它 是 就這樣連續攻擊就可以了 當它 沙包 還有這件 這件還沒死 這裡 搞定 吸血 看來前面還有血跡 這個是附身 不能聊天 來了這邊 血跡越來越少 這裡 這裡 這裡這麼多人 應該一定有人看到他 你以為每個人都猛嗎 有了 我覺得我應該要 先打這些年輕人 要不然 要不然他們 有沒有人 有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速力 接著追下去 痛力 這邊 你去哪裡 在你後面 這樣就躺下 接著三連波搞定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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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這些小雀 沒有難度 誰讓你站起來 吸血 滿了 那些野狗子在追藍 令人擔心 要在痕跡消失前 快點 應該是這邊 到底發生什麼事 軍用車 過不了去 想觀察四周的話 就要上去 快點 你是不是瘋了 後面沒有一條橋走 神經病 為什麼一定要我走這邊 看來有槍戰 看來 人物動作這麼差 扶身下去 不然你救不到他們 野狗子跟軍隊在戰鬥 藍在那裡 下去就死定了 情況很危險 要試一下扶身在他們 立刻把手伸出來 立刻把手伸出來 你是不是要力量 你要力量的 我給你 好像學魔一樣 立刻把手伸出來 連紋身都重現了 對 但是你拿著這支是什麼 你不是拿著散彈槍嗎 發生什麼事 你的意識都 你 你是誰 發生什麼事 我腦裡面響起了聲音 我的身體自己動起來 你專心對付眼前的東西 集中精神 發生新的希少體 有強力的攻擊技能 血氣是凝血人 我會消滅他們 讓我用一件武器 主動技能 戰血狂敲擊 從散彈槍發射這個血之子彈 按住技能制就可以提升威力 有強力的 有速力 補充 我會消耗血液 可以 怎麼了,太多敵人 如果可以把他們聚在一起 還有一個血肉黑洞 用血液做這個重力場 範圍之內就會吸住他們 先吸血 先扔到這裡 接著 但我快沒血了 快沒血了 要先吸血 這樣一槍就完成了,好用 好用 但是 我不可以用正方形的,低能嗎 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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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完成 還沒完成 好,完成 還沒完成 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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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速力發射它 什麼事 不死 這樣吧 它是要我用黑洞嗎 好嗎 好 好 我定 你在附身到附近的人身上 對 我想一時半刻之間應該都很難理解 是很瘋狂的,不過我沒有選擇 接著 供用技能定時炸彈 這麼變態? 我可不可以不用這招? 看來沒有 我非常不喜歡用這招,低難 為什麼要這樣害死人? 用完了 設置完之後就附身到其他人身上 這樣就不會對自己造成損傷 好 又要用定時炸彈?你不要這麼差勁,可以嗎? 我按了 是不是還可以? 再按 接著就看他爆炸 可以了 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過 不過什麼?還要把他撞吧,不過 他現在鎖血 可以殺了他們 他掛死了 又變成藍環章魚出來 這樣就進去吧 有沒有地可以附身?可以 你給我乖乖地躺下 這個 在後面攻擊你 我後面還有很多人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又沒有取消 我想封印這個技能 血流彈 這個東西在哪裡 我撞 先來救人 不要死啊 哎呀 等等 我不是要用這招,應該要用這招 近他來一槍 接著我要吸血 吸血 先吸滿他 一槍送給你 這招不行 不過我還可以這樣 爆炸 帶著 終於多了一個人 黑色騎士 約18點 好,先聊聊天 興趣一致 我對付野狗子的速度從來沒有這麼快 李佳龍 你也挺厲害的 他是醫生 你看到那個醫生,你信不信他 不過我曾經很操心,還差點沒命,謝謝你救了我 那我就說直說了,你是誰 你是誰 我 你知不知,不要緊 不用說我都知道,我不完全了解 不過我是能理解到的 這個是什麼感覺呢 就好像我和東西融合了,和別人合而為一,是不是真的 我都可以理解你 我們的利害關係一致 沒錯,我會親手,把他們殺光 把你的力量借給我 你在說什麼,醫生 啊,麗莎,阿武,沒事 如果你在想什麼,不如做筆記吧 不過你想怎樣都行 嗯哼,這裡 我們要和他解釋發生了什麼事 你傻的,他以為我瘋了 醫生,你說什麼 沒事,現在沒有病人,你可以回家了 下班吧 新的希少體,下個任務開始就可以加入戰鬥了 無線電攔截 你靠自己一個人是怎樣追蹤到野狗子 我有幾個方法 不過主要都是靠一些警用的無線電 最近很多事情,但是都沒有報給大眾 看來上層的人開始知道事態的嚴重性 開始加密過無線電的通訊 事實是,已經不是每個警察可以負荷 現在出動的是軍隊 香港以前沒有軍隊 而且警察的無線電台一向都會有些記者去監聽 而且不僅是這個國家 是幾個大國聯合起來組成的特殊部隊 規模之大前所未見 我在龍鳳路上被攻擊之前發生了一件大事 我聽到很多槍聲,你有沒有聽到 來自中國特殊部隊行動龍鳳路 一定要有人阻止他們 你幹什麼?乖乖的? 這個就是契機 那件事的契機 我記不起,不好意思 你為什麼? 不管怎樣也好,我們都要過去 我要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聽起來真的麻煩 怎麼樣?醫生,你搞什麼? 沒事 你最近經常都這樣,希望你不會在手術的時候出事 怎樣?你們兩個是醫生,在診所吃煙 不要再吃什麼奇怪怪的藥,好不好? 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你沒事我嗎?要不要喝咖啡? 麻煩你 這兩個都真是古古怪怪 醫生很信不過 好,到Judy了 鬼之眼 可以看過去的東西真是方便 這種能力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當然是買六合彩 不,你買NVIDIA都可以 當我碰到和野狗之有關的東西 有時可以看到殘留的思想 如果共鳴扣強 甚至可以看到他們眼前的影像 看來好像電視的訊號一樣 從意識去尋找從地的部分 可能比較貼近 你對這個世界越來越熟悉了 不同的資訊從不同的人身上 緩緩地流入你 都包括了情感 為什麼Judy在這裡做店員呢? 她有個經理人 我還以為是明星或是模特兒 可怕的怪物 那一大群出現在野狗之周圍的鬼兒是什麼 我覺得是幼體 可能是野狗之尚未成熟的幼體 不過如果這樣的話 就不知道他們怎樣繁殖 很噁心 不要提這麼噁心的東西 想到也想作嘔 這樣嗎? 這樣我們就可以學一下技能 技能就要分兩個人學 我們看看被動技能 這樣 這邊真的分開學的 很不划 我以為被動技能可以共用 這個斷手灰火是一定要的 提供感應反彈 這個蜻蜓眼都要學它 沒那麼容易被人捉住 自動治癒 未附身時 稀少看的月亮會恢復 這個很有用 附身猛侵擊 在附身後 按指定制就會有特殊技能 立刻移動 釋放一度攻擊 這個也很有用 進行五點 主動技能就有這三個 血氣就是這件 力量和連擊數提升 我想 升了這個血肉黑洞 定時炸彈可不可以拔走它 很不喜歡這招 然後我們應該要去到第三天 要救烏曉梅 還有我們終於可以設定 兩個稀小體一起出任務 狐女追尋改 第二回合 那究竟要滾多少次 那是不可能的 做什麼 烏曉梅的終跡已經 它已經不敢 我們要快點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做的事 知道它會去哪裡 我們直接過去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做的 會影響到其他人的行動 要去到它受攻擊的地點 我之前來這裡那時候 它是離開夜店之前的 所以這件事就沒有照之前的發展 咦 它應該是出來了 照理 走錯了嗎 這邊 其實我鬼也有去過那邊 是不是 繞個圈其實不就是來這裡 我剛才那邊下來就是 這邊 然後過來 有很多人 神經病 神經病 你為什麼不讓我跳過去 黑人憎 應該差不多到了吧 中跡跟上次不一樣 這邊 再捐進來 沒有記錯的話 你應該就在前面的廣場 就是這裡 對 救他 我們要附身 這次快點變身 多方便 真的 怎麼怎麼怎麼弄破 所有東西 有東西掉下來 棚架塌了 扶身,不要想太多了 還生存著,要用他的身體才可以救他 進去吧 又是希小體 他有什麼能力呢 握棍的 他擁有誘惑和操縱一般人的技能 還可以令人中毒 搞什麼呢?發生什麼事? 我的身體自己動起來 我稍後再解釋,搞定現在的東西 沒有其他可以扶身的目標 怎麼辦? 可以用主動技能魔鹽香 放出分子化的血液 誘惑宿主 你等等,我要召喚人過來 有了這個 你是誰?在做什麼? 先專注在敵人箱上 心自侵蝕被控制的人來會攻擊附近的敵人 我正在看東西 我正在看東西 吸下去 現在只可以用能力打到他們 毒蛊針 可以射出追蹤敵人的毒蛊針 被命中之後 他就會在短時間之內持續受到傷害 不過是會對部分敵人無效 我想那隻藍環章魚款就不會有效 是這個 我定 他是不是已經中毒了? 在你後面,傻子 三下 轉過來 等等,不是 我是想擋他們的攻擊 其實 到我打你了 再定 他其實中了毒沒有? 那就是中毒 好,毒發揮作用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哎呀 咬他 什麼? 心智侵蝕 這裡 你後面 好像有三角形 什麼?新型態? 走路? 好,應該可以跑得快一點 我們要追上去 飛不飛到他? 飛不到他,但飛到其他人 沒有所謂 我們慢慢跑也行 慢慢會等我們 你看,多好 我覺得你比他快也沒用 他基本上去到指定地點 才會有後續的戰鬥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慢慢來 不用那麼辛苦去附身在其他人身上 不然有什麼理由他要停下 我打 這邊,對 原來這隻剛剛說的就是 不錯 扔他 你走? 好 你走 你去哪裡 上去 看看有沒有哪個位置可以 這裡 之後 有沒有人可以讓我附身 有 有 這邊 中毒吧 你 三角 再在你後面 完成 沒有難度 爸爸想著,我這麼厲害 消滅了一隻怪物 偉紅黑天 偉紅黑天 一次過就修復了兩個小種 又有18點 拿到一個新的面具 口罩藍色 首先就要聊聊天 微小的希望 原來她叫Anita 你生存了下來 我們改寫了命運 我看到微小的希望 或者我們可以阻止即將來臨的毀滅 你說什麼我聽不明白 我忘了有請你幫忙 你甚至還知道我的名字 很害怕 你,你是什麼 我是憑鬼 一種鬼怪 你都可以叫我做貓頭嬰 首先,我的目的就是 不用解釋了 雖然就令人覺得很煩 不過你不用說 我明白你要表達什麼 這就對了 你加油 我好像沒有其他的選擇 只可以這樣說 我是真的 真的很不喜歡你 在我的腦子裡面 搞定了 但是我們要殺光他們 這點我明白 我會還你人情 多謝你合作 唉 我在做什麼 下一次戰鬥可以參戰 有個小道消息 他們還沒有控制著這間店 暫時還沒有 不過都不知道可以安全多久 沒錯,這裡太近 你應該去遠一點的地方避 那我怎麼生活 你賺錢養我 不是啊,你不去賺錢 怎麼養我們 我們知道這個危紅色的世界 所以你有沒有其他發現 不過我想 四魂看一看都沒有什麼發現 對 對 我想也是 以怪物來說 你的慕容 嘩,真可憐 這座城市有些人有內線消息 他們最近個個都心驚膽戰 說什麼特殊部隊 準備行動 還準備了大量武裝 他們周圍搜索的東西 得責任何他們覺得可疑的地方 普通警察都是 人類不蠢 他們都查了一段時間 現在正在展開行動 我又不知道,謝謝你 你說話的方式就好像警察 總之 你多點注意特殊部隊的人 可能會有線索 不過就不要把我拉進去 又要回去找Judy 尾甲? 說真的 我不是很喜歡尾甲 不過因為工作的關係 最近開始塗指甲油 等等 你做店員 怎會工作關係做尾甲? 你嘗試搬一下搬一下 動到指甲反甲 看看會怎樣 不過最近 我開始覺得尾甲也挺有趣 不過這個大紅色 現在看來 會令我想起戰鬥的時候 所以我可能會討厭紅色 那我們還應該快點消滅他們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這個很無謂 現在我們有20點 首先看Anita的戰鬥技能 有些其實都一定要先學 附身侵波 這個其實是暫時沒什麼用的 被人抓住可以快點走 治癒都要學的 好 接著主動技能 可以召喚多些人 可以跳來跳去其實都挺有用 心智侵蝕 其實我覺得一般 反而這個附身猛侵擊很厲害 升這個可以提升攻擊力 你只要不斷轉人 就可以拼命攻擊那隻怪 Anita我要學這個 因為這招可以影響所有的附身對象 朱莉都有 不過就不夠技能點數 但是任務這裡去看看 忘追原來是有些特別的 有憑鬼記憶可以拿 另外有道具和神秘老虎人 還有就是我們又可以回到第一天 荷鴨戰線 因為Alex攔截了關於特殊滅蟲隊 大規模行動的無線電空信 聽到狀況之後 我們失去記憶 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 雖然他不清楚細節 不過他知道這件事很重要 要阻止這次的行動 今集我們都算是有些成績 已經有兩個新的稀小體加入 暫時就先玩到這裡 下集我們就再繼續遊戲 喜歡這個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 謝謝拜拜